如果你曾经画过一个房间或一幢房子 你知道要花费很多工作去粉刷这些墙 并且如果你需要去重画它 第一次就是浪费了大量的工作 浪费努力于绘画某物的相同概念 也可对应于你应用的性能问题 我叫Cole Mechanus 而在性能和设计的交互过程中 存在一个普遍的性能问题 绘图过度 绘图过度是一个用来描述在一个单独帧中 一个屏幕上的像素被重绘了多少次的术语 例如如果我们有一堆堆叠着的UI卡片 所有离用户近的那堆上部的卡片 下面隐藏了大部分的卡片 就是说我们需要花费时间绘制这些卡片 而这些几乎是不可见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每次我们要呈现 不对最终场景有帮助的像素时 我们是在有力的浪费GPU性能 而用现代布局很容易陷入陷阱 这里我们堆积并且分层了视图 以及与我们优美的设计 但是也产生了相同的问题 为了最大化你应用的性能 你会想要最小化绘图过度 幸运的是就在Android设备上 看到绘图过度对你的应用影响 是非常容易的 直接进入开发者模式 然后打开Show GPU Overdraw标识 现在不要惊慌 当你的手机转化为某种怪异的 可视化炫彩 这是正常的 发生的是Android现在正在你的屏幕上 通过给像素上色一个不同的颜色 从而显示绘图过度的量 如果你一次只呈现了一个像素 你应该看到它的真实颜色 而不是所上的颜色 然而随着绘图过度增加 颜色也会这样 一个绘图过度 例如被染成蓝色 就是说你现在再次重绘了这个像素一次 当然接着是两个 三个四个绘图过度 根据相同的模式 你的应用的目标 是尽量减少绘图过度 这将让你从看到很多深红色 到更多的蓝色 现在因为绘图过度有机的来自于 你的视图是如何交叉重叠在一起 一个普通人需要知道的 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太多不必要交叉重叠在一起的背景 例如 有一个活动背景布局中 绘图过度 而它有着一系列全都有背景的子类 不要忘记文本框 当然还有题目 同时还有那些背景 还有当然存在着头像背景 然后是头像本身 你很快会看到这个如何从手中成形 做比如去除不必要的背景 这样简单的事情 能将你的应用从一群群红色变成平静的海蓝色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查看Android Performance Patterns内容 以寻找另外的方式来提高性能的原因 而且同时不要忘记加入Google Plus社区 以获得更多极好的信息 请保持镇静配置你的代码 并永远记住 性能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